来这里打卡 我是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刘乐意 今天我带您打卡西藏解放第一村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港拖村 1951年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与北京签订 我手中的这份报纸便是1951年5月28日的人民日报 在头版头条便对这一历史事件做出了详细报道 西藏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 自此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 从落后走向进步 从贫穷走向富裕 而在1950年 英雄的十八军便已渡过金沙江 在港拖村打响了昌都战役第一枪 这里也成为西藏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地方 在71年后的今天 港拖村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走吧 我们一起去看看 在了解港拖村的变化之前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村子当年解放的历史 沿着直通村里的柏油路 我们能在道路右侧看到沿江修建的一条历史长廊 港拖十八军渡口红色遗址公园 为纪念十八军解放西藏而建的雕像 反映了十八军用牛皮船过江 用牦牛运输物资 用生命开辟道路的历史事件 雕像一旁矗立的则是一座雕楼 为充分发展红色旅游 当地政府将雕楼改建成了独具特色的纪念馆 一九五零年三月四日 十八军在四川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的实施大会 历史几个月的跋涉 他们终于抵达金沙江畔 十月六日凌晨 就是在我身后的这片区域 港拖渡江战役就在这里打响 直至傍晚 在十八军的猛烈攻势下 战役才算基本结束 西藏和平解放砸开了束缚千年的枷锁 也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眼见来往于此的游客越来越多 七十多岁的尼玛次人老人 选择在家中开启了家庭旅馆 最多时能一次招待二十多名游客 尼玛次人老人说 很多游客都是在三至七月份来村里逛 刚开业的时候 家庭旅馆条件不算好 吃的食物只有一些沾巴和素油茶 但是外地来的游客并不嫌弃 反而对这些食物很感兴趣 纷纷选择拍照留影 在开旅馆前 尼玛次人老人一年收入只有三千多元 而在开了旅馆后 他的收入明显增加 未来他还想把家里剩余的空房间也好好装修一下 方便给更多的游客居住 近几年通过网络平台那些 我们西藏到旅游业 它逐渐就会放大了 就更多的人想进来旅游 我们也开始重视了这个旅游业的工作 18年投资新建了十八军博物馆 然后加上那个十八军巨银 然后加上一些技术的设施改善 将近有一个一千多万 到一九年之间 我们村整体的道路改建 加上风貌改造 路登建设 台屋啊 一些技术现实已经现在已经很完善了 进修了一个马基回收站 雅坡站 这个也是保证所有的农民群众的话 要有个正常的生产生活 我们下一个就会加大那个旅游的正规化 逐步的开始完善起来 谈指一挥间 西藏和平解放至今已七十年 七十年来 西藏先后经历了和平解放 民主改革 自治区成立 改革开放 懂重要历史阶段 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 各项社会事业迎来全面发展 创造了几十年 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今天我们走进港拓 也深深体会到了港拓独特的魅力 奋斗的活力 以及发展的潜力 金沙江水日夜不停继续向前 我们有理由相信 港拓发展的脚步也不会停歇 而是同金沙江一样 不舍昼夜 奔涌向前 再修得更漂亮 变大一点 变大一点 变大一点